记者张金雅台中报道 台中市议会今日召开台中火力发电厂操作许可证战严听证会 国民党团与环保团体均崩击市府违法证严许可证 要求市府撤销员处分 请台电提出具体减煤石程与作为后 再允许操作许可证战严 环保局则表示 中火许可证已依法审查湾郡 并大砍中火500万公断升煤使用量断绝火力全开的可能性 更将鼎定全国最严的燃煤排放标准 督促中火于法规公告日起四年内完成改善 国民党议员李中杨振忠表示 去年市府核准中火1-8号机组与第10号机组操作许可证前 国民党团提案要求召开听证会 市府却在甲义推荐后火速金鱼展颜 没有让市民与公民团提有意见表达的机会 党团认为中火的燃煤用量应该依照升煤管制自制条例规范 逐年减少用量至1080万公吨 且应一线加速完成煤仓 国民党团指出环保局为以最大公益及相关法规赋予的裁粮权 作为行政准博依据该核定处分因处无效 市府应社交员处分 请台电提出具体减煤时程与作为后 再允许其操作许可证展颜 台湾健康空气行动联盟理事长叶光彭指出 燃煤是万毒之手 减煤是最有效的减碳及减空污的方法 先进国家已定出停止燃煤发电的骑程 台湾也应紧速让老旧燃煤机组退场 主妇联盟台中分会副会长许欣欣表示 环保局在去年11月展严重火需策证实 硬凹用2100万公吨的许可量去减煤500万公吨 其中近300万公吨根本是煤造成台中空污的需量 依照生煤管制自治条例规定 生煤使用许可证因依实际使用量核发 因此政府明显为依法行政 必须撤销中火去年展颜的10张许可证 对此环保局强调 公务机关必须依法行政 中火的10张许可证去年已依照空污法规定完成审查 且在审查完郡后立即召开记者会说明核定结果 并主动上网公开内容资讯完全透明化 环保局长白智容则指出 若强制撤回许可证 不但与法无据 更可能造成审查流程超过许可证核准的期限 反而让中火走回头路 更变相帮助中火火力全开 另外现行空无法没有听证机制 听证会不具法律效益 但尊重议员召开听证会的立场 会中各界表达的意见也会纳入施政参考 解决 者 解决 感谢观看